66岁的张女士体重不到40公斤 因为罹患食道迟缓不能症 食道几乎完全紧闭 吃下去的食物全都卡在食道 累积的跟整片肺液一样大 张女士从民国75年就开始吞咽困难 身为护理人员的她忙着照顾病人 还要独自抚养四名子女 而忽略自己的病情 食道的喷门那个地方 口水都吞不下去 吃东西吞不下的时候我们就挖兔 这几年来都是用挖兔的情形在过日子的 由于患者食道纤维化很严重 没有办法做根除性的肌肉切开术 只能用扩张的方式改善 气球扩张术来解决它 食物可以从食道扩张的食道 能够掉到就是流到胃里面去 帮助它的营养吸收 患者现在只能靠流脂补充营养 还要避免结块堵住食道 食道迟缓不能症是先天病症 耗发于30到50岁的人身上 比例大概十万分之一 像张女士这么严重的情况十分罕见 大爱新闻黄正明欧阳光辉台中报导 这 谢谢大家